我们都知道在车厢里头不应该吃东西 像捷运的车厢 但有位女子很夸张 她违法吃东西 吃的是热干面 有人看不下去了 就说小姐不要在这边吃东西 没想到这位女子居然恼羞成怒 将整碗热干面 泼向劝阻她的一位女性 行径好笑张 车厢内明明贴着禁止饮食的告示 不过这名女子居然就这样大辣辣的吃起面来 一开始有两位老人家试着规劝 但她依然顾我 此时坐在对面的叶女士 企图用手机把她拍下来 没想到惨剧就此发生 叶女士还没反应过来 这名女子就已经逃出车厢外 就连坐在叶女士隔壁的王先生 也无端遭受波及 看来是蛮实战的一个姑娘 没想到做出这种事情 所以我当时也没想跟她多去纠缠 但是这个事儿确实蛮气氛的 一整碗的热干面不仅撒了叶女士和王先生一身 也溅在车厢地板上 就连车窗玻璃也有许多汤汁残留 大家都知道车厢不能吃朋友 不过这个女孩子把面布在橙色的身上 肯定知道的不对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可以调出先后把这个女的找到 可以 热干面原本是湖北武汉当地的特色小吃 想不到现在却成了攻击人的武器 而这名女子的波拉行为也为她赢得了波面姐的称号 这张照片也成为网友争相转记的最新话题